各位SUPERMOTO8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們紙上PK的單元 今天我們要PK的兩台車款 我覺得會算是今年度在2024年度非常熱門的一個集聚 這個集聚真的是現在準備要大亂動 我們今天要PK就是凱旋的 Daytona 660以及SUZUKI的GSX8 好了這兩款車其實我覺得在市場上有討論度 應該近期也就是說今年都不會軟掉 因為同級之中除了這個8R已經目前在台灣上市之外 前陣子還有這個HONDA的CBR650R已經公佈它的建議售價 還在等待交車中 那凱旋的Daytona 660也是直接安東貿易也是告訴我們說 就是確定會引進 那我覺得應該會在今年的時候跟大家見面 所以你看這個市場光是這個集聚就有三台車子 那更不用說這個中間殺出來有點來亂的ZX4R 對不對雖然它可能不太一樣 不過我覺得它就是會吃到這些車款的部分的客人 整個把它吸走 所以這個集聚說真的大亂鬥走 接著就來看一下這個兩台車GSX8 然後還有Daytona 660 他們在數據上面的一些表現吧 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引擎的部分 那在Daytona 660這邊它搭載的是一顆水冷的直列三缸引擎 那排氣量是660CC 那最大馬力海外規格的部分是93.7HP 在11250轉的時候爆發 那最大扭力呢 則是69牛頓米在8250轉的時候爆發 那Suzuki的GSX8R呢 它一樣搭載的是一顆水冷的並列雙鋼引擎 那採用的是270度的曲軸設定 那排氣量呢 是776CC 最大馬力呢 是83HP在8500轉的時候爆發 那最大扭力呢 則是78牛頓米在6800轉的時候爆發 那不得不說 我覺得數據上面就看得出來 歐洲車真香對不對 660CC三缸 雖然它可能用三缸整個設定比較吃香一點 你看最大馬力就來到93.7P 硬是比這個GSX8直接多了10P左右 而且它轉速其實也多了將近3000多轉 那我覺得三缸車的好處就是它又有低轉的扭力 然後它還有一點高轉的延伸性 所以大家可以在數據上面 那其實這顆引擎也能幫大家補充一點 就是它其實就是我們之前已經有試過 就是大家可能也有人有騎過 Tryden 660那顆引擎去做的一個延伸 所以它其實裡面就是去做一些 我記得當初我看一些他們海外試駕 我記得台灣那個誰13N有去 它根據它在現場問到的一些的資訊 我記得它就是去做一些電腦上面的調整 讓它後面的轉速的部分 能夠去做更多的動力的堆疊堆出來 沒錯不過我覺得也可以看得出來 8R它強調這個270度的曲狀 假假外加它並列雙鋼這種大扭力的特性 可以注意到它扭力78牛頓米 而且在6800轉的時候會爆發 所以在騎乘上面它的那種低轉的時候的暢快感 應該會是比Datono還要在好上 其實我們兩個都騎過8R這台車 我覺得這台車真的就是 它很適合作為你 比如說你是有通勤 然後你可能又有旅遊的需求 然後你偶爾又想要在山路上面熱血一下 它就是可以兼顧 它大概就是你如果放一個那種怎麼雷達圖書 它就是很平均 就是可以兼顧你這些需求的一台車 那我們接著就來看一下懸吊部分 那Daytona 660這邊它搭載的是一個 SHOWA的SFFBP 41mm的導力式前叉 那行程是110mm 那後懸吊的部分則是中置的單槍後避震器 那具備有預載可調的功能 行程是130mm 那SUZUKI的GSX8這邊也一樣是搭載SHOWA的SFFBP 那也同樣是41mm的導力式前叉 那行程是130mm 那後面則是一個多連桿的單槍避震器 並且有預載可調的功能 那行程是130mm 那我覺得兩者在懸吊的設定 真的是完全的就是一樣 可是它可能當然了 它內部 就差一個題目 同樣的懸吊在CDR6米上面也是一樣的 沒錯這個集聚這個現在怎樣 SHOWA 就是被SHOWA刺下來了 賺我全包 大家知道SHOWA背後的股東大老闆就是HONDA嗎 對就是本田 所以這個 我直接在這邊宣布了這個 該集聚最大的勝利鼓者就是本田對不對 它不但車賣的還不錯之外 它連懸吊全部都賣了 剛也可見SHOWA這一組懸吊對應這種 中量級距的這種比較街跑仿賽車款 它確實就是做的不錯 所以不管是哪一家可能大家用 就是這個東西好 而且可能它在成本的部分應該也控制的很好 所以配置起來真的是相對蠻划算的 好那我們接著來看一下剎車系統的部分吧 那在Datoma 660這邊 它前面是使用了一個314mm的雙浮動碟 配上的是一個四活塞的輻射卡鉗 那這個卡鉗根據他們 一樣就是13日他們的影片裡面提到 它這卡鉗好像上面印的是凱旋 但代工好像是找這個JHONG代工 哦 了解 對 那這個卡鉗也有ABS的功能 那另外在後輪的部分呢 就是220mm的單固定碟 那配上的是一個單活塞的輻動卡鉗 一樣也具備ABS的功能 那在SUZUKI的GSX8R這邊呢 前面同樣是使用310mm的雙碟 那配的是NISSIN的對向四活塞輻射卡鉗 那一樣有ABS的功能 後面呢就是220mm的單碟 配上了單活塞卡鉗 也同樣有ABS的功能 對 那我覺得兩者在這個煞車的規格 也非常非常非常的相近 就一個用JHONG的 一個用NISSIN的 幾乎就是差不多的概念 那我記得在8R這邊 我覺得煞車手感還行還不錯 那至於在Daytona這邊 我們就還沒有騎到 可以好好期待一下 那我覺得這邊就也是沒什麼好比 我們直接進入下一個環節 我們就來看一下他們在電控 還有配備上面的差異啦 那首先在Daytona這邊呢 它在電控部分有三種的騎乘模式 還有可切換的循跡系統 以及啊有電子油門ABS 然後還有進退快排的可以選配 配備部分呢 它則是配備有這個TFT的全載儀表 藍牙連線的功能 以及啊這個滑動輔助式的離合器 對 那在SUZUKI的GSX8R這邊呢 它一樣有三種的騎乘模式 然後有可切換的循跡系統 以及電子油門 還有進退快排 它是直接標配給你 SUZUKI他們家還有一些特色的東西 像是這個低轉輔助系統啊 然後還有那個Easy Start 就是你按下一鍵啟動 它也有配備這個5吋的TFT儀表 還有這個滑動輔助式的離合器 兩者在配備上面 同樣也非常非常的接近 不過就比較可惜一點是在 Daytona這邊它的快排是要做選配的 那SUZUKI這邊直接標配給你 不過老實憑良心說 我個人覺得SUZUKI它的這套快排 在它800車系的這個雙鋼800家族裡面啊 8S跟8R的快排 我不... 就是說它 我說直白一點 腳桿很硬 然後有時候不是那麼好推 因為我們第一次拿到8R那時候 我們就跑那五指山後山 從內湖那邊上山 那路很小條 一定要退檔 然後那時候是我先騎 我在好幾個彎就差點跑到對上去 因為我在入外要退檔的時候退不下去 對 而且它那個退檔是會讓你分心到 對 就是你會踩 怎麼沒下去 然後你再用力踩 立刻下整個車的平衡就會破壞掉 對 然後你就開始 然後你就沒辦法好好的 你就整個心思已經沒辦法再轉彎 就我的打檔桿是怎麼了 雖然我們沒有騎很快啊 但是就是你騎個四五十 然後你硬要踩它它就是踩不下去 而且後來我試了各個轉速 我都覺得那個退檔真的是 那個腳感不太好 然後退下去的頓挫感 跟身上去的頓挫感也都偏大 這點是比較可惜一點 就是困難去騎過 其他2024年式的其他的新車 應該說它如果直接對比凱旋的 凱旋的細膩度就真的是 就是如果海拳是100分的話 那真的就是 它可能就只有60或70分 反正Suzuki的快排後來 我在路上都直接用手動 我就直接 我還是有盡量去嘗試它 但我後來發現其實它在 某些轉速下面是還蠻OK的 可是我們後來騎到那個 就是變成你要維持一個轉速 我們後來騎到那個Vistone 800的時候 那個快排就很好行 Vistone 800的就相對來說比較好 對對對 就是蠻神奇 就是大家可能要稍微習慣一下那個東西 就是你要知道說 因為我們一開始可能沒有預設到 我需要用這麼大的力量去幫它退 對它就是要蠻大 它就是要相對來說比其他家稍微大一點 所以我們可能一開始踩得太輕的時候 你就變成 你有點措手不及 對對對 它不是真的說退不下去 就是只是你要用比較大的力氣而已 對對對 然後最後呢 在凱旋這邊它的儀表 也有搭載這個手機連線的功能 Suzuki比較可惜 就是它們睽違了很多年 終於使用了這個TFT的儀表科技之後 但是它仍然沒有這種跟手機連線的 它就有點空虛 就是它這種那顆儀表 然後它也沒有其他額外的功能或什麼的 這一點比較可惜一點 它沒有更多的娛樂型的應用 Daytona這邊我也不得我吐槽一下 它不知道為什麼給Daytona用了那個 Tiger Sport上面的那一顆 不是Trader Trader那顆它可能還比較好一點 它用Tiger Sport那顆有點像你 這個國民車上面看到的那種設置 想起來了 我想起來了 對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真的就相對來說可惜 它如果可以用個跟比如說 Street Triple 765R那一代的就好了 那個彩色的那種感覺的 那相對來說那個質感就會這樣 可能也是成本考量 另外還有一個想要一直嘴Suzuki 這樣好嗎 它那個騎乘模式 它那個騎乘模式給我A B C 請問一下在座的各位 現在大家在下面留言 A跟C哪個動力比較大 請解答 請解答 現在大家不准翻答案 不准去看家家 你自己覺得A跟C 而且我剛剛突然想到了 它的騎乘模式是A B C 然後群機控制是E 2 3 好請問A B C哪個比較大 1 2 3哪個比較強 這個 我跟你講這件事情也發生在以前的MT09上 我記得印象非常深刻 然後那時候他們辦媒體試乘會 他們就會我有QA 我就有舉手 我就說你們那個 因為我那時候是海棋XSR900 我家裡面那個XSR900還在 對 我就很困擾 我根本不知道哪個是哪個 你給我一個預設的 Support Road Red 你幫我預設好 然後再給我一個User 讓我自訂 這樣不是很好 你這個就是現在HOMEDA那套上面的 設定就是類似這樣 對然後後來現在YAMAHA也改成這個樣子 他們現在也可惜 那SUZUKI可能要等到下一代的車款 我覺得稍微可惜 我覺得這就是你直接設定好 使用情境給大家選 相對來說比較好理解 因為你用A B C真的有時候你就是搞不懂 或者是你一陣子又忘記了 那你可能就很容易會出自己 好複雜 那很複雜 你這個只有三種類也沒什麼 以前EPRICOTEN有1到9的 對 而且那邊還是一個圓餅圖 我覺得他在幹嘛 對沒錯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還是 SUZUKI這邊他們未來可以去 我覺得他這也不用很複雜 就是他下一次的 譬如說軟體改款還是什麼 其實我必須講SUZUKI這個不是做得不好 他只是賣人家一步 因為我們今天講的問題 以前的車廠 就是他們趁就是因為我退檔 YAMAHA跟HOMEDA以前都有 快排不好退 快排運作感不好 以前的車快排也就這樣子 然後現在的車變好他沒有 然後儀表以前的功能沒那麼多 他也是這樣子 以前大家還在那邊用數字 在那邊弄很多 7749種 現在他們也弄出來了 所以比較期待一下SUZUKI 好那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車身尺碼還有車架的部分 那Daytona 660 他採用的是鋼管車架 軸距是1425.6mm 重量是201公斤 座高則是810mm 那SUZUKI的GSX8R 車架使用的是鑽石型的鋼管車架 軸距是1465mm 那車重是205公斤 那座高一樣是810mm 對那這兩台車其實我覺得 車身尺碼的部分 就整的蠻接近的 甚至重量的部分 都大概只差4公斤 所以這個我覺得整體 車輛的重量大家可以直接忽略 你可能直接減肥 會比你挑這兩台車還要再快一點 然後座高 他們差異最大的真的就是軸距 因為8R跟8S 他們當初在這個機器裡面 他們就是軸距最長的車 超長 真的很長 所以我覺得就是你可能 如果你是比較喜歡走 或者是你住的地方 就是都是一些比較小條的山路 比如說像是這個 我們剛才提到五指山的這個 後山這一段 對 或者是像我以前住台中 台中的這個136 他們就是偏這種比較窄的這種山路 如果你是常跑這些路的人 那這個軸距可能對你來說 會相對來說痛苦 確實在試乘的時候 你可以感覺說 他整台車在左右翻的時候的那個動態 還是會稍微的沒有那麼俐落 一點點 但我必須說他其實跟這個四缸的像 比四缸 他還是比四缸靈活很多了 是所以如果你 你有騎過四缸之後 就跑這些山路的經驗 那你可能 他沒有像四缸那麼笨重 他還是稍微靈活 已經比四缸靈活很多 大家不用太擔心 好那最後其實 Suzuki的GSX8 在台灣已經開出 它建議售價了 建議售價的 則是43萬8千塊 那Daytona這邊 目前則是安東貿易這邊 還沒有更多的消息 所以售價位置 那我們可以跟大家講一下海外的價格 海外的價格 是開出了大約35.5萬台幣 所以我覺得未來他如果要進來 他還是可能要跟這些 這個日系車稍微做一個競爭 他可能他不會 可能我覺得 我在猜不會落差到太大 對不過我覺得可能會到45萬左右 對有45萬上下會是 45萬46萬會比較有機會一點 那不知道這兩款車大家會怎麼選擇 我知道 好啦下面現在大家一定要回說 怎麼不買4R 對不對 確實 好我無法反駁 如果你真的 你真的可以接受 他如果開個4546的價格 真的就是4R也是一個 你如果可以接受更熱血的車款的話 那說真的這個急劇現在 其實你聊到這個話題 就我看那個13N的影片的時候 我看到他們 他有直接問 這個英國的這些長官 就是他們原廠的長官 那你們之後還會不會出這個765 對他說不會 他說不會 他說這個新世代 因為目前看起來 對全球市場上面這樣看起來 就是街跑車最有銷量 這個確實 這個就是一個時代的趨勢在走 這個確實 因為我不只看13N那個影片 凱旋是這麼講 對 台灣有一些長近人 不管是這個 某幾個日系品牌 跟我們比較熟的 不只一個喔 他們都講過 他們確實 他們攤開整個公司的銷量 對 街跑車跟雙鋼這種中排量 就是賣最好 就是賣最好 對阿大家知道現在歐洲 雙鋼什麼車賣最好嗎 MT07 過去過去是MT07 MT07真的賣超級好 所以這類的車款 這類雙鋼的車款 應該說台灣可能大家 會比較喜歡四鋼引擎 不過在歐洲這邊 他們是很能接受雙鋼的動力 對其實你有去騎過 雙鋼的那個直接跟四鋼直接對比 對你在一些那種比較 像我們剛才講那種山路 比較窄的上面 或者是你在 那個差異真的就沒辦法 或者是你在市區 離合器稍微輕輕一放 有沒有一捕 你要鑽車縫你要幹嘛 那個真的就是輕鬆很多很多 沒錯所以不知道大家這個局序 好啦 就除了4RR輸 所以大家也不要在那邊就是想說 他們之後可能還在出這個765的 這個Daytona 大家在那邊等這個車 我覺得幾乎可以說 宣布說不會出現了 對 人家都已經這樣講了 就代表可能真的沒有 然後Daytona確實 他用這個名字 可能也有一點點爭議 但目前的趨勢就是這樣 也沒有辦法去反駁他們 最近網路上有一台白色的Daytona 675 R版 你要幫你朋友打車是不是 對 你朋友要賣車 我們這把他貼 FB在上面 對 你知道基於那個Marketplace上面找 對 那車真的是不錯 那車聲音真的很大 改吉村管的那一台 對改吉村管的那一台 前後大閃的 好不好大家 請認名白色的675R 那以上就是我們針對凱旋的Daytona 660 還有Suzuki的GSX8所帶來的紙上PK 請持續連我們的SupermotoA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